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台股新攻略 带你掌握全世界 我是范怡华 我是确定泰 好 定泰哥 今天这个加全指数看起来苗头不太对 开高 冲了高高之后 结果一路逗退一路往下翻黑 而且跌的还蛮多的 现在来说的话 指数来到8960点 那么目前是下跌了52点 跌幅在0.6%左右 在尾盘 我们可以观察到量的部分 还是没有办法 这个很明显的放大 今天整体的预估量来说的话 还是691亿 等一下正确的收盘数字跟量 我们会进一步带大家来分析 不过今天很多的大型电子全指股 都不太动 广大还最后跌掉一个百分点 大力光也跌了 台积电今天是平平 没有太大的一个表现 最后面是小幅度上涨的 那么很多的个股 之前很强势 尤其是上个礼拜 非常强势的个股 今天往下修正的幅度 都是蛮大的 包括了什么呢 5349的先锋 大家说哇 怎么跌停板 这是头部吗 头部出来了是不是 另外呢 包括了红硕啊 还有一些这个生计股啊 瓶盖股啊 甚至是网通 今天表现都蛮弱势的 这个行情走到这边 到底是一个休息 还是说 好像是关键反转 好 今天尾盘 待会很精彩 待会可能还会再跳个 二十几点吧 大家看一下 台积电一下 跳了一块钱上去 那最后的这个 本来是跌下来 最后一笔 拉上去了 对 所以我说 头部出来了 你慢慢提到 我们现在看红海 红海最后一笔啊 这个 快要涨一块钱 最后一笔 最后一笔 你看所有的权重股 2882的国泰金 今天有什么消极片 没有啊 对不对 2882的也是最后一笔上去 1301的也全部都是最后一笔上去 所以最后这一笔的话 大概可以让台北股市 涨个二十几点跑不掉 你这样拉台什么意思啊 就是为了期货嘛 今天盘中的期货震荡很大 那家人指数也是 当然期货就震 上下高点就震荡180点 那今天早盘是开高 你看是不是 现在好像只有跌二十几点而已 你看看 所以我们这个盘是非常厉害的 那同学们我们来感受一下说 这是走到这里的话 现在大家会非常的矛盾 因为外资明明都还在买股票 你最后一笔就知道了 外资不甘心啊 他还有六七万口的多单啊 是不是 可是同志朋友你去每天买股票赚不到钱 你看那个太阳冷也是啊 3691的啦 你看这个 这个最后还收低 你看这个 这个也可能亏 这个不是亏损啊 获利要减少三四十 你看走低你看看 是不是 那很多股票都不太对了 五三四九的先锋大头部出来的 你看看 是不是 你看日K线 这大头部都出来了 3293的这个大头部都慢慢的成型了 都是之前大家在讲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些股票 你看看 这些股票你看 这个什么 VHQ8 4803的 你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 你看这种重处哦 你看头部出来哦 你看头部出来哦 这个做电影事业的 还有你再看看这个保一啊 八三个二 有没有 有没有保一 你看八三个二 你看那日K线 你看头部都出来 这当然最热门的啊 航太概念股不是吗 大家都在讲它 所以 事实上这样 你看这个保一这个啊 大概已经两三个月没动了 一动的话就往下摔 那你现在 这就是我跟大家讲 这个这里是就一个很大的盲点嘛 权重股你看 统一也好什么的 都拼命最后一定要拉上去 去为那个指数 本来跌了快一百点 你看最后这一笔的话 又让它变成只跌二十几点 那投资朋友 这就是难度很高了 难度很高 也就是说 你做多是赚不到钱的 但是你被迷惑掉那个指数 你指数好像在涨啊 也没有什么跌到啊 那成交量呢 又开始要低 然后呢 外资啊 搞不好就慢慢 在这段时间开始慢慢测 只有外资在做多而已嘛 你看那个交易所 还跟我们讲 经过调查 那个台湾那个大户啊 本来还有接近五六百户的大户 现在只剩下 只剩四百五十户而已 这是八年来单济新低 大家都不想做了 只有外资在做 那如果你一不小心冲进去 你明天又跌下来了 所以呢 做多不成 你就干脆跟着我们 九千点以上 好好的规划这个空单 怎么布局 因为这一次是晚大的 好 把这个时间交给这个一华 在指数的部分呢 最后面是往上拉抬的哦 我们可以看到最后收在了 八千九百九十一点哦 只下跌了二十一点 跟今天早上这个跌幅来说 真的是大大收敛 最后下跌百分之零点二左右 今天的量呢 在七百七十亿 刚刚看到最后一笔呢 很多这个大型的全职股 都是往上拉抬 台积电最后也是收红 一百七十一点五块来做收 反倒是上涨百分之零点三左右 后续的行情呢 今天看起来整个指数 早盘的滑落的非常快速 那么真的是要开始反转讯号 已经出现了吗 外资跟一些大户 甚至呢是更大户哦 到底谁的手臂比较粗呢 那么现在整个这个操盘的一个方向 怎么来锁定 等一下我们更多的分析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专专业让华信投雇总能发掘潜力投资 二十多年来 华信致力于更高的目标 更深远的眼光 为客户发掘更优质的投资机会 制服专线02-2392-3988 2392-3988 这是第一眼所见 这是下一秒体验 这是眼前科技 这才是你真实的驾驻感受 这样的光来自天气 更来自公益 这动力开启感官的震撼之旅 我们现场有苏梅鱼耶 相信我 真的吗 真的比较像 因为剥皮要吃的时候 是要从这边画一刀 所以才把皮剥剥掉 看到这两只香鱼 我们来做一个比较 香鱼 这要剥剥 对吧 这就是没软吗 对 没软 这另外一个比较结实 真的好漂亮喔 是颜色 你看 对啊 海浴竹上半了 就很简单的那种很细细的 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十点 锁定三立财经台 健康有方 让您健康N次方 马上开机 立刻吹出健康的冷气 天气潮湿 它就是除湿机 跟过敏 发霉 潮湿 说拜拜 空气脏 它就是清净机 有效过滤 体验2.5 给您全家干净的空气 天气冷 它就是烘干机 陪您全家度过寒冬 多机一体 超强功能 高效能 一耗电 还可以啪啪燥 想要哪里吹冷气 就推到哪里 你还在用耗电 旧型的冷气机吗 或是买了空气清净机 除湿机 烘干机 一大堆的机器 冰力直吹式移动空调 一台比多台 一般的价钱 多重的享受 直吹式冷气 吹出健康 高效能 低耗电 不滴水 免安装 免排水 现在只要一通电话 立即享受 清凉静冷的 冰力直吹式移动空调 欢迎欢迎来台股新攻略 今天在尾盘的部分 我们的指数又是 再度的往上拉台 所以就每次下跌21点 丁大哥 今天这个盘蛮精彩的 对不对 开高之后走低 走低之后尾盘又拉上来 那么现在大家说 外资 外资最近很喜欢台北股市 拼命在现货买超买超 进多单也很多 那么接下来怎么来看 到底这个关股黄库 跟外资谁会赢 好 这个外资买很多 中有结束的时候 那大家留意一下 新台币的升扁 因为外资就可能会撤出 那美元就来到 上个礼拜会来到 波段的高点 这个在 现在看到这个行情 这个样子 去年万点 来到万点之后 那附近就是现在这个行情 一段时候就是美元在升 可是 你说外资要马上跑 并不容易 他买那么多了 他会慢慢的跑 不过资金行情 大概已经确定要松动 你看美元指数上 四个月新高 这台北股市内的加全指数 所以早上开高 你赶快追进去 急沙坡的平盘 又赶快追空 这个空头巴一次 多头巴一次 有没有 然后尾盘又收高 这个是很有趣 扒来扒去 这个标准的多空双扒盘 你看他追高 早上就要追高 你赶快去追高 这个掉下来 掉下来你一定要认赔 指数就是这样子 因为他的空间很大 将近200点 所以你一定 这个做多要停损 追空呢 东西有盘过 又被扒到了 又被搭到了 比如说现在的操作难度 本来就很高 那你想一想 为什么只有指数的个股在动 很简单 就是外资在玩 所以我才跟大家讲 金管会刚才统计了 有现在的大户只剩450户 十几年前我们还有一两千户 现在存四百五十户 这个450户大家都不玩了 而且是8年来单济新利益 所以跟你所想的不一样 大家都认为 这个应该要大涨 应该这个个股 有人拿那个什么大户指标 什么你看大户都买那么多 同时你没有听懂 我讲一例子你听听看 你就会等我来讲什么 那个中国大陆来台湾观光的人 很多 那最近就开始减少了 那一减少啊 可能就三成五成的减少 那也许我们国内说 我们现在要去南向 对不对 希望那东南亚的人来台湾 可是中国大陆 可能是千万人来 一减少是好几百万 那平常啊 平常东南亚来观光的人数 可能只有几十万而已 这样懂意思吗 所以几十万增加个两三成 那才几万而已嘛 可是你大陆人一不来的话 那是数据很大的 还是几百万 可能搞不好几百万人不来了 这样同时你懂意思吗 你会觉得没关系 我们找东南亚这些人 来台湾旅游就好了 最近好像统计说 他们增加好几成 他本来就是人数很少 对不对 就是我跟大家 同学们你要把观念 就好像我以前经常跟大家讲 一百块的股票 掉到三十块是掉了七成 那这三十块要涨回到一百块的话 要涨三倍多 这样大家有没有听懂 所以你现在也是一样啊 你看我说过 这张股票叫做莱德 这个一完应该知道我要讲什么 莱德今天收最高 早上他收最高 台股开始跌 他尾盘又收最高 明天台股开高又要走低了 那莱德本来就是什么 莱德本来就是 我跟大家形容他叫做莱德 看一下 他叫莱德 莱德啊 我说过这个 这个股市的一个结构的反应 莱德只要涨 电子股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这是有多年的经验 多年的经验 所以今天莱德一大早开高 就这样子了 台股就开始跌了 就开始跌了 尾盘又拉上来 明天再开高 那一样台股明天 电子股再开高 又开始往下杀了 所以你现在 9000点以上就是完大的 就是权力不空 就是权力不空 一样啊 这个操作的模式没有改变 好 那我们来看看 国际股市到底有没有什么变化 这几天国际股市没有多大变化 我必须跟大家讲 但是台股本来就涨很多 多头最大的利空 就是涨幅满足 我们来看一下 国际股市实上也没什么变化 0.2 0.1 0.1 大概现在都已经有点变顿的了 可是美元指数又创波段新高 你要注意哦 去年万点的时候 美元指数就是100 现在97.4又创了波段新高 油价又开始跌 去年的情况会不会再来一次 注意哦 什么英国的PMI从52掉到47 脱欧没有影响吗 最近恐攻一大堆 现在在等一个启动点 那我说过嘛 走到这里 如果新台币一贬值的话 热钱就松动了 热钱就松动了 所以国际股市当中 你看不到有什么比较大的变化 但是你看到 美元指数开始上去了 欧元扁破1.1 所以呢 太阳能要涨就不容易 所以今天不是传出来吗 太阳能那个矽晶元的报价 跌破成本 你长期看我全部都知道我在讲什么 因为这个报价跟什么有关系 跟欧元有关系 跟欧元有关系 看一下欧元 我讲了十五六年了 我讲了十五六年了 我讲的这一段时间当中 大家都应该听 所以太阳能涨不上去啊 上个礼拜不是小鹰 这个政府又提到又要什么 太阳能又涨了 它半天又留个上影线又下来了 所以投资问题一定要去知道我讲什么 我讲的东西都是有道理的 我现在跟大家讲说 九千点以上权力不空 也一定是有道理的 这也是我们玩大一点 但是我比较担心投资朋友 你手上的股票怎么办 你是有办法找到我的 好 把这个时间交给欧华 最后在期货的部分也已经收盘了 我们来掌握一下 在台子期的部分呢 一样是跌幅收敛的哦 最后呢 收在了8891点下跌幅度0.4% 那么在电子期的部分呢 是收在了362点左右 最后跌了0.3% 在金融期呢 今天就稍微跌得深一些些 956.8来做收 那么跌幅的部分呢 是0.56% 回到在先过的部分呢 贵买指数呢 也是下跌的 今天贵买还跌得比上市更重哦 跌了0.45% 最后收在了130点的附近 好 鼎泰哥 今天看到期限货 又是同步的一个修正 但是在最后面 尾盘都有拉上来 这个现象怎么解读 好 注意一下我讲的 我想这个 一个关键点 大家都要搞清楚 就是说 大家都认为指数涨的 差不多的时候 贵买应该比较强 对不对 今天比较弱 不是不是不是 从上个礼拜贵买就一直没有涨 指数还创新高过 来到9000多点 今天还创新高 对 可是贵买指数是没有创新高的哦 一直以来都没有创新高哦 这跟大家同意 你要仔细想想 这原因在哪里 因为上市的指数 是外资在拱的 他没有办法顾到贵买 因为他做的是指数的 的那个期货的多单 跟贵买是没有关系的 这样听懂没有 那业内大户就拼命砍 包括本土法人就拼命砍 都砍到贵买的 你要注意听哦 因为我现在讲的都跟 市场上大家所讲的不一样啊 大家都说指数涨上来 涨完的时候就要涨贵买的啊 贵买会更强对不对 结果没有贵买更弱 连创新高都没有 这告诉我们以前 只有外资在买而已 只有外资 只剩外资而已 那外资一走人的话 你事情就很麻烦哦 就很麻烦哦 那外资会不会走人 这个过两天 就是这是苹果的财报 苹果还没有公布财报之前 Skywalk当日跌8.6% 营收大幅下降 这个标准的平概股的 跌8点多%破底 破底 同学们 你注意我跟大家讲的 所以苹果的财报会好到哪里 你要想一下 你要想一下 那刚好 刚好苹果公布财报 还有联组会利率 都在这个礼拜 利率会会议 所以你要小心哦 随时一个回马枪下来的话 那接下来的啊 我说过啊 有时候啊 某个时间的高点的话 都有可能变成 未来几年的高点哦 包括美股 我说你要注意一下 为什么 因为联组会早就跟你讲 美股啊 会形成泡沫了 早就讲了 一个一两个月前就开始讲这个 那当然我说过 讲完之后 美股一定还会有高点 因为他们要出货 要出货 出货 我希望你能够警觉性高一点 这时候我说过啊 我们这一波要玩大一点 玩大一点 9000点以上 你可以做得到的 好 那一样啊 你不相信我去拿给你看嘛 有没有 美国的生计股 美国股市在这边 生计股在这边 这是长鲜 长空万里的股票 长空万里 苹果一样 美股这两个 就这两个才是最重要的点 所以你说 生计股怎么涨 根本不会涨啊 怎么涨 今天涨了一个事情 很多股票都大跌了 来看一下 这是苹果 美国股市的股 道琼啊在这里 纳斯达克也在这里 他在这里 有没有听到 道琼啊 纳斯达克在这里 他在这里 你说呢 你说呢 这是全世界最重要的 所以你看到的表面上 大家都没有很兴奋 美国的投资人 也没有很兴奋 动不动 现在就跟你讲 中国经济环境怎么样啊 什么样一大堆的 这个内在的结构 就是在做变化的 这个叫加权指数 现在不空 更待何时 九千以上 我们玩大一点 叫什么 权力不空 权力不空 当然呢 有一个东西我们做多 叫什么 T50反一 来我上个礼拜跟你说 买点 上个礼拜五之后买点浮现 我讲过啊 这是上个礼拜五的 你看时间就知道了 这是上个礼拜 照到这里来 7月22号 有没有上个礼拜 7月22号 今天25号嘛 来 上个礼拜跟你讲 买点浮现 今天你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 今天 有没有 一根红棒上来了 这上个礼拜特别跟你讲 买点浮现 这礼拜怎么样 你不是做空吗 T50反一就是看空指数 大家应该知道了 T50反一就是看空指数 把观念先弄清楚 你做股票就比较好做 那我说过 既然是要玩大一点的 大家就应该知道 我们先来看看 我们的操盘工具好了 来集团股票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指数 我们上个礼拜 跟大家讲 因为我最近看空 看空太阳能跟生计 我是看过全力看空这两个部分 那听不清我没有办法 你听不清进去 我没办法 我说过 你看今天看到报章媒体 又提到了 太阳系金颜的报价是 跌破成本 跌破成本就是你现在 怎么做都了解 跌破成本 你买一个东西 10块 成本就是10块 现在变成9块 你怎么可能赚钱 所以真的是大家都要 意想天开 我跟大家讲过 你注意听 美元在转强 那欧元在转弱 那欧元在转弱的话 国际的太阳能 报价去往下掉 那国际的太阳能 个股去往下跌 你说我们小英 这个政府的政策 那又没那么快 那还要好几年 你是在 来邦特 继续跌 你看我们指标 早就翻空了 邦特 那我也说过嘛 为什么老师 今天邦特 这个生计股继续跌 你要点尝试啊 尝试很重要 生计展过了之后 生计股就没高点了嘛 这样懂意思吗 生计展之前的 一个礼拜 生计股就没高点了 我拿给大家看没关系 有没有 我拿给大家看 櫃台生计 你看 櫃台指数 用生计指数好了 用生计指数比较大 比较确实一点 来生计指数 来 来照照这个几个字 櫃台生计 生一 櫃买的生一 高点在186.11 来往下照 是不是 是不是 连叠 你看镜头那里 12345连叠 6天 7天 这样看到没 那这个上个礼拜四才 三天前 三天前才 那个 生计展而已 那 投资本你问 你问所有人都会跟你讲 除非 那个 除非是乱讲 除非自己乱掰 你问所有人会跟你讲说 那个展览之前 会展览 到了就利多出境了 大家都应该 这是尝试嘛 这是很重要的尝试 你怎么还会让自己的生计股 套在什么 邦特那些里面呢 套在那些生计股里面 我是很少 不愿意跟大家讲 这个东西 你看这些股票 你看都不对劲嘛 你看这个泰博也是一样啊 泰博也是一样啊 有没有 也是一样啊 是不是 三天前啊 就是展览之前 你应该要卖的啊 是不是 这都给自己带来很大吗 因为这是尝试 我跟他讲 这没有学问 你随便应该问这个股市的人 也都应该知道 展览之前有利多嘛 到了展览之前的前夕 大概就差不多了嘛 因为那个展览是 不是现在规定的 年初就讲好时间了嘛 生计展 生计展嘛 所以你看 再看到国际股市的 生计股市跌成这样子 这个都是观念 我觉得这个观念最重要了 那一样啊 太阳能 你现在看到都是利空 当然是跌了 可是在一两个礼拜之前 大家不在讲太阳能利多吗 利多就慢慢出境的话 主力就开始倒货给你了嘛 他一定要制造利多嘛 来倒货嘛 来看一下这个叫先锋 先锋 跌停板 头部就出来了 实际上这两三个月之内 他你要做这种股票是赚不到钱 你问老师 升空会不会很冷门 这上万张的股票会冷门 没关系啦 保一有没有听过 有没有保一 有没有听过 这不是什么航太概念股吗 他不是当初很强吗 全部吐回去了 实际上他这一两个月 除了这一段 你还赚得到钱 其他时间都是在盘跌 今天做头 这个做跟他文貌 文貌呢 我刚才跟你讲 PA功率放大器 在美国skywalk 单日跌到8% 你说这个是营收创新高 文貌头部出来了 奇怪为什么这样 文貌头部为什么出来 因为国外的PA是暴跌的 那我们接着单 我们接着单 只是我们这些上市贵公司 他不敢跟你讲 他跟你讲说我们这一个月营收 我们接的单一定是地盐的嘛 是不是 单子还在接 可是未来就没有单了嘛 所以股价早就先反应了 所以skywalk暴跌 蒙利也是 四五个营业日就跌掉两成了 现在大概没有人敢讲蒙利了 没有人讲蒙利了 我跟班上 大家讲保证没有人讲蒙利了 你看这个心象也是 头部又出来了 这几天台北股市一路涨上来 它是在小喊男的时候 开始明天就 明天注意哦 快一点 明天这个半年的头部就做出来了 当然是要做空啊 永贯有没有 有没有 反弹结束快逃命 四星科啊 这个还算是高档 不过你要注意了 已经不太对劲 因为最近利多非常重 多 利多很多 可是股价开始不太对劲了 这个还算是高档 你还有的就 泰博也是头部都出来了 大头部都出来了 刚才讲的四星科 那这上个礼拜 今天四星科再一根 邦特也是一样 这不是大头部 反正这什么 这不大头部是什么 我说过有些股票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联发科 看一下 有没有 注意哦 我说过 这个要避险 我们做健康再处理它 南亚科也是 南亚科也是 这个都高档 你准备要跌下来的好股票 你的空间大一点 金鸿也是大头部出来的 我讲这些股票 包括太阳能的绿能 是不是 都是头部 所以我说 现在这个九千点以上 我们要玩大一点 同志们 你没有办法 处理自己手上的股票 赶快来找我 想要在未来 这个大空头当中 赚到大钱 你要更要赶快来找我 谢谢大家 现在期货 外资的筹码面 已经出来了 今天的期货 没有太大的变化 多单小幅度的 减码153口 那么整体的进多单 还是维持在 6万口以上的水位 更多行情 怎么来分析呢 持续锁定 台股新攻略 那么我们明天 同一时间再会了 拜拜